成交量怎么使用才最简单最实用呢 我们来听听四次夺得世界最顶尖的 华尔街交易冠军杯大赛的冠军 安德烈是怎么使用成交量的 这个战法呢 让他在三个月里边赚取了40倍的收益 在股灾的时候使用 这个方法呢 也非常的可观他的收益 这个方法非常简单 仅仅需要六个字就可以掌握 今天我们把这个方法来免费分享给你 第一次听视频的朋友呢 记得点赞收藏再加关注 以便于后期长期来收听我的内容 大家好我是MG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课题是成交量六字诀 那这六字诀到底是哪六个字呢 那就是充量做量和缩量 这里还需要用到成交量对应的三条均量线 25日均量线 5日均量线 还有60日均量线 均量线是什么意思呢 全称移动平均量线 它就是由最近多日的成交量数值 进行一个算术平均得到的平均值 连接而成的一条曲线 反映一定时期内市场成交量趋向的技术性指标 好那我们来赶紧看看 这六个字诀都代表什么意思 第一个呢是充量指的是当K线回踩20日均线再次起来的时候 5日的均量线上穿60日均量线称之为充量 这是短线的机会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位置出现充量买入机会之后啊 随后股价缓慢上攻 后期才出现加速 所以啊这个位置呢往往是我们的观测点 第二个叫做坐量 指的是K线回踩20日均线再次启动时 前波的5日均量线蹭上了60日均量线称之为坐量 这两根均量线几乎重叠在一起 也就是说在一段时间之内 5日均量线约等于60日均量线 这时候产生的买点就是波段的买入机会 随后股价迎来快速的波段上涨 第三个叫缩量 这里的缩量啊和我们平时说的呢不太一样 它是指K线经过一个波段上涨以后 回踩均线起稳 这个时候5日均量线它一直保持在60日均量线之上 成交量回缩到60日均量线下方称之为缩量 这个是最佳的牛股黑马启动时机 股价随后打仗 我们最近来看一下图力分析 这张图片这个位置呢显示的就是冲量 我们可以看到红色线是5日的均量线 黄色线是60日均量线 当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啊 出现了5日均量线上穿60日线的时候 形成一个冲量买入机会 这个时候是短线的快速启动 我们再看下一张图 这张图中我们可以看到股价出现了上涨回落以后再启动 在这个位置呢出现了做量 红色线是日均限量是5日均量线 黄色线是60日均量线 当5日均量回踩到60日均量 5日均量约等于60日均量 但是不跌落的时候此时产生的是作量 作量呢是买入的一个时机 随后股价引来了快速的小波上涨 再来看这个缩量 它指的是在这个位置呢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股价经过一个波段上涨以后再次回落 而均量线的表现呢是5日均量一直保持在60日均量线之上 当成交量回缩到60日均量线以下的时候称之为缩量 缩量也是在市场当中黑马骨的一个摇篮 用这张图板总结一下成交量的六字口诀 你学会了吗 安德烈说呀不要总做一夜暴富的梦 老老实实把握每次获利的5%和10%的机会就好了 一次获利5%呢14次就翻一倍 每周获利5%一年就翻十倍了 复利是世界上的这个第九大奇迹 学会了今天的方法反复引用你也会收到奇效 今天的内容就给您分享到这里了 有学到的朋友呢记得点赞转发视频哦 我们下期再见